两年一次的玉里镇联合丰年节级补鱼季活动 7月27号要在玉里镇永昌分校举行 9号上午玉里镇长龚文俊和部落头目 带领的部落青年到华联县政府 以阿美族传统报讯席的仪式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玉里 参加两年一次的联合丰年季的盛会 部落青年报讯席对五尊群传统仪式 带着大串槟榔以及米酒来到县府道理堂 向县长徐正伟报讯席 在头目向祖灵祈福后宣告两年一次的 玉里镇联合丰年节纪补鱼季活动 即将在7月27号玉里镇永昌分校举行 县长徐正伟表示 丰年季期间族人的凝聚力 就是要让传承部落纪文化得以延续 让大家看到花莲圆明之美 无论是任何的天灾 都是老天爷给花莲的考验 更是给我们大家一起 攜手共渡难关 让我们更深 从互相的扶持当中 得到的智慧 所以这一次 对于我们的部落的文化 也希望透过各个部落 各个部落不同的风貌 产生出不同的我们的源流文化 我要再次感谢大家 也更感谢部落的我们的 马杜瓦赛 还有我们的头目 能够对于我们文化的口耳相传 还有生活中日常的实践 让来自的文化 能够融到我们部落 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 天灾重创了花莲 希望借由两年一次的 玉里联合风联节 加上部落小旅行的游城 带游客走访各社区 以及部落体验部落 找回游客的信心 我们虽然有灾害 但是所幸的在祖林的保佑 没有太大的伤害 但是整个经济确实都已经重创 那么我们也借助 两年一度的这个联合风联剂 组成了三个理由的这一个路线 那么希望的也就是希望全国民众来到 玉里镇能够细细的品名我们玉里镇的美 以及各产业所有的特色 然后希望未来能够让玉里镇能够花光花亮 玉里镇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联合风联剂补鱼剂活动 除了有传统歌舞展演之外 也有原住民乐团表演 邀请民众一同来到玉里镇 体验21个部落的圆明之美 我们知道是台湾的荣耀对不对 对 记者刘明胜花莲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